全油管最快新闻 吉林松源一位七群老人 承包林的种植1600多棵杨树 却因修建高速路面临补偿困局 耿女士表示 虽有30年约定 但修路占地导致树木补 场景7分且每平方米 明告官军败诉 此事引发关注社会舆论热议 希望相关部门能维护老人的合法权益 妥善解决问题 让耿家得到公正对待 老人辛勤栽重 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赔偿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